女人的婚姻面前,一定要考虑清楚,如果嫁错了人,那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太幸福。 其实很多时候,女人还是要现实一点,不能嫁给穷男人,因为有的男人是会穷一辈子的,她不是穷在家庭条件,而主动是穷在性格,她的性格就是那种很自私,而且有点小家自弃,无论是能力还是格局,都远远不如其他男人,你嫁给这样的男人,真的是看不见任何未来,因为她自己就没有上进心。 所以女人选择老公,其实也是为自己选择未来的生活,一切都需要更慎重。 很多女人就是宁愿单身,也不会嫁给穷男人。 林妖雪莉,今年已经三十岁了,而且目前还是单身,其实家里面人一直催婚,但是她心里一点也不着急,因为她母亲介绍的那些详情对象。 雪莉一看就知道不行,对方其实也不是很穷,但雪莉一看就知道,对方是那种很小气的男人,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作为。 雪莉并不想嫁给这样的男人,其实她并不介意男人家里穷,但是男人不能穷一辈子,有些男人能力很强,她只是家庭条件不好。 但只要她一直努力,最后是会改变人生的,雪莉想要嫁给一个有上见心的男人,她不介意和男人吃几年苦,但是不能一辈子都穷下去。 雪莉她原本就是硕士毕业,而且在毕业后就在一家外籍工作,所以她想要找一个和自己能力差不多的男人,但是一直也遇不到,所以就只能一。 只是单身,而她一样的同龄人,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,其实,雪莉心里也是有些着急的,毕竟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,如今她都已经三十岁,她也会担心自己嫁不出去,但是宁愿一直单身,也不愿意将就和她看不上的男人在一起,因为婚后的生活就会很艰难。 夫妻如果想要幸福,还是要三观和性格相投,这样在结婚后才不会有太大的矛盾,而且如果夫妻差距太大,那也没法过日子。 秦婉的情感建议其实雪莉的选择是正确的,这并不说她的眼光太高,而是她有一定的远见,她选择男人的标准,主要是看一个男人的性格。 如果男人的性格很自私,或者是没有什么格局,根本没有什么伤心心,只想安稳地生活,那她就想要跟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。 因为她是一个事业性很重的女人,所以需要一个和她差不多男人相匹配,所以她想得很清楚,而且她其实也是很聪明的。 如果嫁给一个穷男人,那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苦日子,所以对于很多女人来说,都不要嫁给穷男人,这会让你辛苦一辈子。 女人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